据理美国总统大选投票只剩六天 双方阵营爆出垃圾论在天火花 白宫发言人为拜登的言论澄清 并说无论谁当选 拜登都会出席下任总统就职典礼 誓言政权和平转移 周三 美国前总统川普和副总统贺锦丽 都来到我们所在的重要战场州 威斯科新州举行集会 稍早送着在北卡罗兰纳志的集会上 回应拜登总统 日前被指示批评川普支持者的言论 川普说要做美国总统 哪先爱美国人 北卡罗兰纳州拥有16张选举人票 与乔治亚州并列是第二大摇摆州 虽然州长是民主党人 但在过去三次选举中都投给了共和党候选人 周三 川普和贺锦丽都在这里进行最后的拉票冲刺 然而美国总统拜登在周二的一次线上演讲中称前总统川普的支持者为垃圾引发争议 白宫和拜登都为这番言论进行辩护 不过此前川普在纽约造势时 习剧演员辛奇利夫上台时讥笑波多里格是漂浮的垃圾岛也同样引起了不小的风波 双方阵营先后爆出垃圾论 有位选情尾声在天火花 白宫在周三还表示 无论谁是本届总统大选的赢家 拜登都将和平交接权利 并参加新任的总统就职典礼 2021年1月 川普曾打破惯例 败选后没有出席拜登的宣誓就职仪式 路透社伊普索周二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 贺锦丽以44%的支持率相比川普的43%超前一个百分点 新团电视台记者陶明一新 威斯康新洲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